针对欧盟、美国、英国、加拿大 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 对中国新疆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 3月29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桂相 在北京举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交问题发布会上做出回应 称其集体施法、施理、施意、施制 第一点就是集体施法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应该 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更不应该实施长臂管辖 滥用制裁的手段 第二点就集体施理 我们多次讲 新疆行的是人间正道 所做的一切光明磊落 坦坦荡荡 就是为了造福新疆的各族人民 一些反化势力 将这一切污蔑为种族灭绝 反人类罪 系统性侵犯人权 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蛮横无理 第三就是集体施意 那么欧盟、美国、加拿大 英国、加拿大一些反化势力 自封为人权判官 妄图充当人权的教师爷 但是他们都忘却了自己 在过去犯下的罪行 第四一点就是集体失智 欧盟、美国、英国、加拿大一些人 宁愿相信反化势力编造的鬼话 也不愿听取2500多万 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 宁愿纵容三股势力的拙劣表演 也不愿正视新疆发展进步的基本事实 宁愿拉帮接派搞小圈圈 也不愿相信国际社会 众多国家和有识知识的正义之言 徐贵向强调 欧盟、美国、英国、加拿大 合伙借涉疆问题搞政治操弄 目的就是通过打人权牌 达到搞乱新疆 遏制中国的险恶用心 借涉疆问题搞政治操弄 目的就是通过打人权牌 搞乱新疆 遏制中国 那么对这样的险恶用心和恶劣行径 包括新疆各种群众在内的中国人民 必将给予坚决有力的反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 伊利加·阿纳伊提注意到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上 80多个国家以共同或单独发言形式 声援和支持中国在涉疆问题上的正当立场 同时在国际上 越来越多的有识知识 愈发看清了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 炮制的涉疆谎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